欢迎来到我们的美国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首先 我们来关注香港的谜谱湿地 这个被誉为鸟类天堂的地区 再次面临开发和土地填海的威胁 尽管保护组织和政府已经采取措施 但新技术园区的开发计划 仍对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 保护人士呼吁加强保护措施 建立更多的湿地保护公园 来保护这个重要的生态系统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以色列的局势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面临来自战时内阁成员甘子的压力 后者威胁如果不制定加沙战后 计划将退出政府 甘子要求内塔尼亚胡在三周内 提出一个包括释放人质 未来治理和促进与沙特阿拉伯正常化的计划 这使内塔尼亚胡面临更加严峻的国内外压力 最后 我们来看看 美国前总统律师朱利安尼的最新消息 在他80岁生日派对上 朱利安尼收到了亚利桑那州2020年选举颠覆案的起诉通知 这让他成为该案中最后一位被起诉的被告 这起诉讼指控他和其他被告参与了阴谋 欺诈和伪造文书等罪行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南华早报 在一个冬日的涨潮时分 成千上万的水鸟聚集在逐渐缩小的露出泥滩上 鲨鱼和其他病鸟 黑白相间的反嘴鱼 白鹿 苍鹿和皮鹿成群结队 海鸥挤满了海岸线 而在其外 鸭群则在浅滩中聚集 空气中充满了鸟的鸣叫声 突然间 一只油损猛冲入其中 惊散了鸟群 泥滩瞬间变得空荡荡 即使你没有特别的许可证 也可以在米浦湿地附近的鱼塘区 欣赏鸟类的美景 虽然鸟群较小 但你可以近距离观察灰鹿 小白鹿 普通绿翅鸭和黑翅长脚域等物种 缓慢移动 你可能会看到这些鸟类觅食 疏离羽毛 甚至打盹 然而 任何突然的动作都会让它们迅速飞走 提醒着我们 它们的生活充满了危险 而人类是它们最大的威胁 在香港 虽然鸟类不被捕猎 但仍面临许多问题 包括栖息地的破坏 全球范围内 像深湾这样的潮间带 长期以来一直受到人类的改造 尤其是为了农业 水产养殖和定居点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 和詹姆斯库克大学的研究估计 1984年至2016年间 全球潮间带损失了16% 其中东亚地区的变化尤为显著 珠江三角洲的评估发现 过去半个世纪 自然海岸线长度从136.91公里 锐减至15.17公里 约四分之一的香港土地面积 被填海覆盖 深湾的幸存 简直是个奇迹 纽约时报 以色列战争内阁的中间派成员 本尼 甘茨周六向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发出最后通牒 表示 如果政府不尽快制定 加沙战争的未来计划 他将退出政府 甘茨的离开 不会推翻国家的紧急战事政府 但将进一步加剧原本脆弱的联盟 使得内塔尼亚胡 更加依赖他的强硬派伙伴们 如果你选择狂热分子的道路 将国家拖入深渊 我们将被迫离开政府 甘茨在电视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将转向人民 建立一个获得人民信任的政府 甘茨领导的民族团结党 给内塔尼亚胡三周时间 要求制定一项计划 旨在确保释放被哈马斯 绑架到加沙的以色列人制 解决加沙未来的治理问题 让流离失所的以色列人回家 并推进与沙特阿拉伯的正常化关系 甘茨的最后通牒 是对内塔尼亚胡施压的最新迹象 要求他制定战后计划 几天前 以色列国防部长约阿夫 加兰特表示 政府正在走一条危险的道路 要求内塔尼亚胡立即承诺 不在加沙建立以色列军事政府 美联社 耶路撒冷 以色列总理本亚明 内塔尼亚胡正面临来自战争内阁 和最亲密盟友的日益增大的压力 要求他制定加沙战后的计划 即使战争仍在继续 周六 战争内阁成员 本亚明 内塔尼亚胡的主要政治对手 本尼 甘子表示 如果政府不在6月8日前 制定新战争计划 他将离开政府 国防部长约阿夫 加兰特也呼吁制定一个巴勒斯坦管理的计划 并在本周的讲话中表示 他不会同意以色列自己治理加沙 与此同时 美国呼吁重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以沙特阿拉伯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帮助 治理加沙 最终实现建国 国家安全顾问杰克 沙利文预计将在周日访问以色列时 推动这些计划 内塔尼亚胡则排除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 在加沙的任何角色 表示计划将民事责任 交给与其或哈马斯无关的当地巴勒斯坦人 但他也表示 在哈马斯被击败之前 不可能制定任何这样的计划 因为哈马斯威胁 要对于以色列合作的任何人采取行动 Yahoo US报道 鲁迪、朱利安尼 在他80岁生日派对结束时 收到了意外的礼物 亚利桑那州2020年选举操纵案的起诉通知 多周来他成功地躲避了该州的起诉 但最终在棕榈滩由共和党筹款人卡罗林 雷恩主持的生日派对上被找到 大约200名宾客 包括史蒂夫、班农和罗杰、斯通等特朗普的盟友也在场 朱利安尼在派对中途 曾在社交媒体上嘲讽亚利桑那当局找不到他 但在晚间11点左右 亚利桑那州检察长办公室的代表赶到并递交了起诉文件 几分钟后 亚利桑那州检察长克里斯·梅斯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朱利安尼的嘲讽 称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朱利安尼的发言人表示他对此毫不在意 并继续享受了一个美好的夜晚 《卫报》报道 亚利桑那州假选举人案中 前纽约市长鲁迪、朱利安尼是最后一名被送达起诉书的被告 亚利桑那州检察长克里斯·梅斯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这一消息 称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起诉书指控朱利安尼对亚利桑那州议员和马里科帕县监督委员会施压 试图改变选举结果 并鼓励共和党选举人在亚利桑那和其他六个有争议的州为特朗普投票 朱利安尼的政治顾问证实 他在80岁生日庆祝结束后收到起诉通知 此前 朱利安尼因在2020年选举中传播虚假信息 而被纽约电台WABC暂停 并在2023年12月申请破产 起诉书还指控朱利安尼在乔治亚州试图推翻选举结果 并被要求支付1.48亿美元的诽谤赔偿金 美联社报道 亚利桑那州检察长宣布前纽约市长鲁迪 朱利安尼在假选举人案中被起诉 和其他17名被告一起试图推翻前总统特朗普 在2020年对乔拜登的败选 检察长克里斯·梅斯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这一消息 称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朱利安尼的政治顾问证实 他在80岁生日庆祝结束后收到起诉通知 起诉书指控朱利安尼对亚利桑那州议员 和马里科帕县监督委员会施压 试图改变选举结果 并鼓励共和党选举人 在亚利桑那和其他6个有争议的州 为特朗普投票 特朗普的前幕僚长马克·梅多斯 也是被起诉的其中一人 亚利桑那州成为第4个 对前总统盟友提出选举欺诈相关指控的州 朱利安尼还在乔治亚州被大陪审团起诉 指控他试图非法任命支持特朗普的选举人 其他被告包括11名提交虚假文件的 亚利桑那共和党人和4名律师 特朗普本人未被起诉 但被称为未被起诉的共谋者 美联社德克萨斯州的凯尔市 再次尝试打破世界上同名人数最多的聚会记录 但未能成功 尽管有706名各个年龄段的凯尔 聚集在奥斯汀郊区的一个公园里 但仍未能超过波斯尼亚的伊万镇 在2017年创下的2325人的记录 去年 凯尔市曾召集了1490名凯尔 但仍未能超越1万的记录 根据美国社会保障局的数据 凯尔在2023年美国南韩名字中排名第416位 而伊万则排名第153位 雅虎美国周六凌晨 佛罗里达州萨拉索塔发生一起枪击事件 其中包括澳本大学的一名跑位 据多家报道 凌晨3点30分左右 萨拉索塔县警长办公室街道报告称 在萨拉索塔17街3400号街区发生枪击事件 一人因伤死亡 其他受伤者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警方表示 这似乎是一起孤立事件 澳本大学发言人证实 球队跑位布莱恩 巴蒂在枪击中受伤 此案件仍在调查中 警方呼吁知情者提供线索 雅虎美国 阿肯色州的森特顿市 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戴尔和珍妮特 哈里斯多年来一直开车去森特顿探访家人 他们注意到城市的变化和人口的激增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新数据 森特顿在2022年7月至2023年7月期间 人口增长了11.2% 成为美国东北和中西部城市中 增长最快的第六大城市 市长比尔·爱德华兹表示 这种增长不仅仅是森特顿 整个西北阿肯色州都在快速发展 城市规划部门也在忙于审查和建设新的开发项目 包括公寓和商业区 为了应对增长 森特顿市在2022年制定了一项综合计划 并正在与阿肯色州交通部门合作扩建102号公路 以缓解交通压力 据美联社报道 周六在爱达河州发生一起两车相撞事故 导致6人死亡 10人受伤 事故发生在爱达河福尔斯的美国20号高速公路上 一辆东行皮卡越过中心线 与一辆西行的大型客车相撞 客车司机和5名乘客当场死亡 另外9名乘客和皮卡司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警方尚未公布事故的更多细节 包括客车内15人的身份和目的地 爱达河州警察正在调查此事 暂未回应美联社的电话和邮件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安若负责人菲利普拉扎里尼表示 自上周以色列对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发动进攻以来 已有近80万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 拉扎里尼在声明中谴责了巴勒斯坦人的反复流离失所 并指出他们在逃亡过程中面临极大危险 周六 加沙全境爆发激烈战斗 以色列的袭击造成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加沙卫生部表示 在过去24小时内有8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半岛电视台的记者报道 以色列轰炸贾巴里亚难民营后 卡玛尔 阿德万医院接收了40具尸体 其中至少15人在一次袭击中丧生 半岛电视台报道称 以色列战争内阁成员本尼 甘茨威胁称 如果总理本雅明 内坦尼亚胡 未能在6月8日前提出加沙战后的治理计划 他将退出政府 甘茨在新闻发布会上呼吁内阁同意向6点计划 明确冲突结束后对加沙的治理愿景 他表示 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 他将带领中间党退出去年 为监督加沙战争而成立的紧急联合政府 甘茨的计划包括释放在加沙的以色列俘虏 解除该地区的军事武装 并与国际联盟共同管理其民政事务 甘茨的言论加剧了以色列政府内部的分歧 并进一步增加了内坦尼亚胡面临的国内外压力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 亚当 法夸尔森 Adam Falkhausen 原本只是想划着他那407公斤重的南瓜灰姑娘 在河上玩一玩 没想到却意外走红 成为最新一位银发网红 从悉尼到纽约 再到欧洲各地 法夸尔森的南瓜冒险 吸引了全球渴望好消息的观众 他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广播和电视上 接受了十多次采访 在社交媒体上获得了数百万的观看量 美国深夜秀主持人斯蒂芬 科尔伯特 斯蒂芬·考贝尔 甚至称他为澳大利亚最酷的人 法夸尔森的邻居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南瓜人播配 他的故事还被欧洲各大新闻机构报道 一位互联网研究教授 克里斯塔尔·阿比丁 克里斯塔尔·克里斯塔尔·阿比丁 称 法夸尔森属于一群打破Z世代 垄断网络的老年人 他们被称为银发网红 阿比丁表示 观众在寻找更多样化的视角 来丰富自己的世界观 而法夸尔森的故事 正是这种纯粹而感人的内容 雅虎美国报道 祥太金勇 在对阵海盗队的比赛中 再次创造了大联盟历史 这位日本新秀 在本赛季表现出色 周六他投了7局无失分 只让对手打出四支安打和一次保送 还送出七次三阵 金勇的赛季自责分率 ERA降至0.84 成为大联盟历史上任何新秀 在前9场比赛中的最低记录 即使在赛季初的三场比赛中 他也是115年来 首位拥有完美ERA的 芝加哥小熊队投手 尽管他在数据上表现惊人 金勇却表示自己 对这些历史记录并不感兴趣 他更看重的是 从前辈们的经验中学习 小熊队经理克雷格 康塞尔Create Council称 金勇的表现令人惊讶 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他不仅在球场上表现出色 还适应了在美国的新生活 得到了小熊队的权力支持 《华盛顿邮报》报道 亚特兰大动物园宣布将在今年年底 将其四只大熊猫送回中国 这是熊猫外交计划的最新篇章 自去年11月 国家动物园将三只熊猫送回中国后 这四只熊猫一直是美国仅有的熊猫 亚特兰大的熊猫父母 26岁的伦伦和杨阳 自1999年起 作为25年租借协议的一部分来到这里 他们的双胞胎孩子 7岁的亚伦和喜伦 是他们在美国的最后一代后代 动物园表示 这四只熊猫将在第四季度返回中国 但具体日期和运输方式尚不清楚 去年华盛顿三只熊猫的送别过程 或许能提供一些线索 当时工作人员在清晨装载了大量竹子 以确保熊猫在旅途中有食物 熊猫被装入大箱子 通过插车装上卡车 然后被运送到杜勒斯国际机场 最终乘坐联邦快递货机 飞往中国成都 亚特兰大动物园计划从6月1日起 举办一个夏季庆祝活动 以纪念这些熊猫 尽管美国可能在亚特兰大熊猫离开前 迎来新的熊猫 但如果没有新熊猫到来 美国将是50多年来首次没有熊猫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